大家好,今天我們會談談互聯網的特性 今天我們的目標就是 學生需要了解網域名稱,英文叫Domain Names 的結構 另外,學生需要了解一個叫劃一資源定位的結構 這是什麼來的呢?稍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首先我們說一些背景 當我們製作簡報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一個互聯網裏找資料 但其實互聯網裏的資料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可能是幾百萬,幾千萬 我們怎樣去 選擇正確的資料 而我們真的要很小心去選擇一些正確的資料 不然我們的簡報可能就會錯了 有時候我們本身已經知道 搜集資料的網址 例如我想做一些iPhone的 會報 我便知道iPhone裏面一定是蘋果的官網 www.hpple.com 我們很多時候就很簡單 就在一個瀏覽器 Bowser 就輸入這個網址 很簡單 在Bowser 我們經常在瀏覽器上 打個網址 就找到了 但其實 如果 如果我有幾個的時候 我真的需要每一個都看它的內容呢? 其實有時候可能我們看一看 網域名稱已經知道 究竟這個網站說了什麼 這麼神奇 我們看看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要知道就是 網域名稱其實是 劃一資源定位 Uniform Resources Locator URL 的其中一部份 即是說 原來 我們發覺 這個是URL 網域名稱 其中就是其中的一部份 網 就是其中一部份 結構當然是怎樣的呢? 看看吧 先了解一下 這個不是一個完整的URL 不過這裡通常會見到 我們經常說的網址 這裡分了幾部份 第一個你會見到三個W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原來 就是一個叫做 視伏器 名稱 視伏器的名稱 英文就叫 Server Name 是不是一定要 得到的呢? 原來不是的 其實可以是 ABC 123 A X 越處類推 我們可以分辨到 究竟我們去到網址 找哪一個視伏器 哪部電腦 另外我們見到這個例子 有一個叫Google Google是什麼來的呢? 通常 就是 個 機構的 名稱 機構名稱 譬如如果是Google的 就是Google 如果是蘋果就是Apple 如果是TVB就是TVB 所以我們通常這個就是一個機構的名稱 好了 至於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COM 原來 這個呢? 就是那個的 機構 機構的 類別 譬如說它是公司呀 非牟利機構呀 教育機構等等 機構的類別 最後啦 HK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呢? 這個呢? 就是呢? 國家的編號啦 國家的名字 譬如HK就是香港啦 CN就是國內啦 中國啦 JP的日本呀 TW的台灣呀 如此類推的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 URL結構啦 好了 但是 剛才我們說了那麼久 究竟網域名稱是什麼呢? 原來我們發覺呢 網域名稱呢 就是 這裡 Google.com 去到 HK 這個 機構名稱 機構類別 以及如果有的話 就是國家編號 這個集合呢 我們就叫做 網域 名稱啦 這個合起來呢 我們就叫網域名稱啦 好啦 那當然啦 我們呢 經常說了 那個叫機構類別 其實我們有個 學術點名字的 我們就叫頂級域 TopLevel Domain 頂級域 TopLevel Domain 譬如 商業機構的 我們就會COM啦 當然所以你不會見到 我們學校名是 HOYU.COM.HK 你不會見到這樣的 因為我們不是商業組織嘛 那麼 教機構呀 政府部門 非謀利組織 網絡支援中心 我就請同學呢 可以在網絡網上找找 看看吧 好啦 剛才說了 URL 或者資源定位的其中一部份 那是甚麼來的呢 甚麼叫URL呢 原來URL 就是 可以指出到 網站裏面 某個網頁 或者檔案的所在位置 比如 www.abc.com 斜 1.jpg 我就知道 原來1.jpg 那個放在哪裏 當中 它會有相應的伺服器 的資料夾 名稱 以及檔案名稱 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剛才說了 這個 是伺服器的名字 這個是 網域名稱 機構名稱 頂級域 國家編號 這個就叫網域名稱 先看看 好了 但是問題 咦 ZH 這是甚麼來的 原來當我發覺 它沒有 它沒有這個庫朵的名字 它有這樣畫在這裏的話 這個 原來就是 是個資料夾 剛才提及的 資料夾 資料夾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我去到 Google .com.hk 裏面 找了一部機器叫做 WWW 然後 WWW裏面 有個 文件夾 有個資料夾 就叫ZH 找到了 然後最後 這個 就是一個 檔案 檔案名稱 檔案的名稱 好了 譬如這個 這個就是search.php 就是一個網頁來的 我可以是 ABC.jpg 一個圖 也可以 好了 大問題 老師 說這麼多 這是甚麼來的 我就想大家 在互聯網找找 究竟 HTTP 是什麼來的呢 好了 今天 這個課堂 就這麼多了 下次見 今天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